1945年下,日本败局已定,但是顽固凶残的日本人却发誓绝不投降。 他们认为无条件投降,非常可笑。 当时的日本,可谓是全民皆兵,不论男女老幼,都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战死。 对于如此这般富于顽抗的日本人,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,必须给其一毁灭性的打击,尽早结束战争。 日本的广岛被定成了首选目标,这是一座陆军之城,也是日本本土防卫军,第二总军的司令部所在地。 并且这座城市,此前并未遭到大规模的常规轰炸,建筑保存的相对比较完整。 美军认为,在此试验原子弹的威力,效果最佳。 1945年8月6日清晨,一架美军侦察机在广岛上空飞走后,市民们都纷纷走出防空洞,恢复了正常的活动。 但是,他们并不知道,一场前走未有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。 上午9点14分17秒,另一架美军B29战机,在广岛上空9600米处,打开了弹舱,一枚重达5吨的原子弹,开始从高空急速坠落。 45秒钟后,在距离地面大约600米时,突然引爆,一道令人眼花目眩的强烈白光,将整个广岛瞬间闪亮。 震耳欲聋的大爆炸声,响彻天地。一团巨大的蘑菇云,瞬间腾空而起。 无敌的冲击波,刹那间就将城市的建筑物,全部摧毁殆尽。 强烈的高温,让整个广岛市迅速沦为焦热的火海。 处在暴心的那些人,就像原子分离那样瞬间分崩离析。 离暴心稍远一点的人,也都在一刹那间被烧成了残骸。 一枚炸弹,就毁灭了一座城市。 面对广岛这地狱般的惨状,日本军方也感到十分震惊。 在核爆后,美国再次督促日本,立刻无条件投降。 他们认为,在这样毁灭性的打击下,很快就会等来日本投降的消息。 哪料日本不但不投降,反而竭力掩盖广岛的事实真相,对外宣称是有一枚陨石陨落在广岛市。 并且他们认为美军只有一枚原子弹。 杜鲁门真是没想到,给了日本投降的机会,但是日本却不中用。 既然这样,干脆就再来一枚吧。 三天后,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,一架B-29战机, 在这一枚代号为胖子的核弹,与另一架负责记录效果的B-29战机, 一同飞向了日本的兵器工业城市,小仓。 上午9点20分,城市立即响起了防空警报。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,小仓市的上空云层密布, 飞机在高空来回盘旋了三圈,仍旧无法看到下面的目标。 上午10点30分,机组取消了对小仓市的轰炸, 他们转向了下一座城市,也就是156公里之外的长崎。 在那里投下核弹,所剩的燃油恰好可以返航。 因此,不论长崎的天气如何,都必须扔下胖子。 上午10点56分,两架战机迅速飞抵长崎, 这里的天气果然不佳,依旧是云层密布。 机组决定依靠雷达进行轰炸, 不过就在投弹之前,云层间突然散开了一道裂缝。 长崎市清晰可见,投弹手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。 上午11点02分,胖子从8800多米的高空一落而下。 在距离地面大约500米时,胖子炸了。 6000多度的高温,以及时速高达1000公里的强风, 横扫了整个城市,一股巨大的烟柱瞬间冲上云霄。 不久后,长崎陷入一片寂静。 这个6.7平方公里的城市,瞬间被移位了平地。 超过4万名男女老幼被瞬间蒸发, 另外还有7万多人受伤, 城市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。 此刻的长崎,也像广岛一样, 在轻刻间变成了一座鬼城。 在遭受了两次核打击后, 日本的主战派仍旧拒绝投降。 但是天皇这回真是彻底服了。 他在1945年8月15日, 发布了投降诏书,宣布无条件投降。 在战后,饱受原子弹之苦的日本人始终认为, 自己才是战争的受害者。 美军是凶残诚性的侵略者, 并且要求美国人公开道歉。 但是,实施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·斯维尼表示, 原子弹下无冤魂。 投弹手杰瑞叶里也说,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毁掉日本。